所以這裡就講到說 當我們得救後 如果這個偶然犯罪 我們並不是需要主在為我們重定十字架 那這個後面我們會講到 這個我們在我們這一面我們需要做什麼 但是我們必須要先認識 這個主他的這個救贖的工作 不僅是為了我們的儀館 他更是為了我們一生 他的功效都能夠為著我們一生來使用 那第十二點他就特別講到這個灰 這個也是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這裡林靈翁講說灰是最末後的東西 這個所有的一切焚燒完之後就剩下灰 灰是最靠得住也是不朽快的 那他就預表了主為我們的救贖的工作 乃是最靠得住的 他說這個我們可能以為說 這個山上的石頭是最可靠的 但是這個石頭他還能夠被火焚燒 被燒完之後也是就剩下灰而已 這個灰就預表了這個不朽快 那也是講到主他這個十字架的工作是不朽快的 感謝主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見主他為我們成就的這個是客觀這一面 也是真理這一方面 但是就是我們個人經歷跟主觀這一面 我們怎麼樣的能夠來應用來恢復我們跟神之間的交通呢 阿妹 我們先來讀兩處的這個經驗 我們就弟兄姊姊請 阿妹 我們若在光中行 如同神在光中 就與此有交通 祂兒子也遂了血 也也吸引我們一切的罪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罪 便是窒息 真理就不在我們裡面了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禁止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起敬我們一切的必義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罪 便是以神為人說謊的 祂的話就不在我們裡面了 阿們 我將這些事寫給你們 是要叫你們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 我們有一位與父同在的辯護者 就是那一者皆出祈福 阿們 祂會為我們的罪 做了銘息的祭物 不是一萬為我們的罪 也是為所有的事 阿們 感謝祖 剛讀了之後就可以看見就是說 在第七節那裡就講了說 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然後第九節就講到說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祂要洗淨我們一切的福利 在這裡我們看到兩個一切 所以主並不是說好像誤憤 或是說有條件的 這裡乃是講到說一切 所以這個是很寶貴的 就是神祂能夠這麼樣的 這個確切的 這麼樣寬大的跟我們講說 祂可以赦免我們一切的福利 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這個都是因為主祂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成就的這個贖罪的工作 那在我們這一面 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怎麼樣 是認罪 那你利用祂在講到這個認罪的時候 祂特別講到就是說 我們千萬不要為罪起一個好聽的名字 譬如說他說 舉例是說 也許我們說謊 然後呢 他就說 有的人他就講說 我只是多說了一點 他認為說 欸我好像說謊沒有錯 但是這個你利用就告訴我們 他說啊說謊就是說謊 你不要給他起一個好聽的名字 那這個是我們 這個不管說我們怎麼樣去解釋它 但是在我們裡面 我們良心的感覺都是定罪我們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應該向神來承認這一個罪 所以在這個第二小點啊 這裡講到真言的28章13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遮掩自己罪過的地步跟頭 而認自己罪過的異謀連續 那這裡就講到說啊 認罪的意思就是站在神的一邊啊 來定罪為罪 這邊我有寫了三個喔 這裡就是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見就有三方面喔 第一個是神 然後我們自己的這個罪 你利用這個講說啦 什麼是罪呢 就是我們跟我們這個人啊 就跑到罪這一邊去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裡面這個良心的感覺就會發動 對不起這個字有點醜 然後這個良心的感覺一發動 它就會告訴我們說 誒我們做的是不對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原來啊 跟神之間是有交通的 當我們這個犯罪的時候呢 這個交通就斷掉了 那你利用就是說 什麼叫做認罪呢 認罪就是 我們這個人啊 需要再回到神的面前 我們是能夠這個與神站在一起 來定這個罪為罪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明明就是說謊 但是我還是好像自我解釋說 我只是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利用說我們認罪就是需要 我們要回到神這裡 來定這個罪為罪 是說謊 我們就跟神承認說 主啊給你聲明我 我們說謊 在這件事上 我們就需要像神 有這樣的一個承認 謝謝主 那我們一起讀一下第四點 這個認罪呢 這個認罪呢就是這裡 你利用愛特別交通到一個點 我覺得也是這一天信息 最主要的負擔 所以這邊信息的負擔 並不是跟我們交通 就是說 關於主的救贖啦 或者是說關於這個赦免 這個後面都還有專題講到這一方面 但是呢這裡 你利用它特別強大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得救之後 我們就成為神的恩 那當我們進到這個神的家中的時候 我們首先就需要認識我們的父 我們必須要認識我們人的父是怎麼樣的一位父 這樣子我們才有可能啊 怎麼樣 能夠與神啊站在一起 所以這裡就講到說 當我們認罪的時候乃是啊 神的兒女在他的父中來向罪表明 父的態度是什麼 就是我們能夠有什麼樣的一個表現 就在於說我們認識我們的神 認識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我們認識我們的神是聖別的 那我們自然就會聖別 那我們就能夠站在神的地位上 來定罪為罪 從前在我們還沒有得救的時候 這一塊我們是完全沒有的 我們可能是根據我們從小 所接受的教育 所得到的價值觀 我們來認識什麼是罪 但是我們得救之後呢 我們是根據什麼來認識 是根據在我們裡面神的生命 是根據這個 我們的這一位父來認識 什麼是罪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說啊 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認識 我們在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就會照著我們自己 這個天然的標準 還是一樣是我們得救以前那個光景 我們來認識什麼是罪 那樣子的話 我們就顯不出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們就沒有辦法活出這樣一個榮耀的生活 那最後一點就講到 在父那裡有一位中法辯護者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 在那個第二處 約翰一書二章一到二節那裡 這一處的經節 所以講到說 每個人犯罪 我們有一位與父同在的辯護者 就是那異者 耶穌基督 他為我們的罪做要挺起的幾乎 不是單為我們的罪 也是為所有的事 那麽格也不會有的 那些人 就是你不是我們 你不是說 那些人是說 你不是說